当儿虐案件发生 对于部分孩童遭受到重度伤害时 目前只能够住进护理之家 而护理之家一般都是在照顾长者 对于这些重症受虐儿 无法提供专属照护 因此打造儿虐重症专属病房 以示刻不容缓 它这个环境的设计就变得不太一样 包括它的空间 需要的在病房里面的做一些 跟成长有关的一些附件 或者是一些社会化的一些学习等等 甚至于如果它有机会 可以慢慢恢复回到社区的时候 那它的一个家庭的一些重塑的部分 必须要再从整个现在的照顾的 一个长域开始起点 儿虐重症多以脑伤为大宗 复健成为第一药物 除了外伤的治疗之外 心理重建更是高难度的照护 透过与人接触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之下进行早疗 才能够避免更多后遗症的发生 每个孩子发生的严重程度不一 年龄也不一 那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我们对于它需要的是 真的要做到非常个别化的 这是要讲精准照顾 受虐儿有的是身体外伤 有的是心理受创 而虐重症专属病房 是个提供完整照护的避风港 也是拥有医疗照护的寄养家庭 更是这些脆弱无辜小生命的最后一道保护网 人间卫视和公报高雄采访报道